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元机构 庞瑟川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安床法中的一种 叫做三合安床法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催生子女的作用 催子 那么什么是催生催子 就是指夫妻结婚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一直没有孩子 夫妻双方去医院检查身体一切正常 各方面指数都达标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考虑 用这种风水去调节 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要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命中是否有指 第二个就是说宅内环境 适合三合安床法 其实这个方法在运送上面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男主人出生这一年的 那英五行 用这个五行构成了三合局去安床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六四夹子纳音 可以去纳音 表查询这个纳音的五行 也可以按照前几天视频讲过的 用讲中诀去推算出纳音五行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是1994年 甲子年出生的 叔叔甲子一筹是海中精密 金 他的纳音五行为金 当然我们还要知道这个地之三合 四幽丑 和金局 凝鲁序和火局 海毛卫和木局 生死城的和水局 每一个局的 第一个字是掌声 第二个字是D1 第三个字就是木库 所以只有前面两个字要用到 是和有 也就是说 1984年杂志年初 生的 那英五行为金的 三合局 是四有丑 和金局 用的是四有二字 所以在主人的房间 用这个罗旁找出四有 两个字所在的位置 如果没有专业的师傅 就可以自己操作 用手机中的指南针定位 我们的四在 在142.5度到157.5度之间 当然这个油是262.5 然后这个277.5度 看这两个位置中哪一个适合安装 首先要排除一些刑法上的禁忌 比如说船头靠窗户 厕所静止等等都不行 比如说这是一个房间图 上面是南北东西 那么四在这个位置 油在这个位置 如果四这个位置可以安装 我们就把床放到这个位置 如果四这个方面不适合安装 比如说这里有窗户 或者什么的 我们就可以安放在油这个位置 鸡怎么放 就是说把床头的正中心 中间这个位置 对着这个油就可以了 当然安装需要折日 如果安在油位 最好用四日 如果安在四位 最好是用油日 如果主人房不适合放床 也可以找一下客房 或者其他的房间 如果家中所有的房间都不适合 证明跟这个孩子的缘分还没到 这个三合安床法 如果环境配合 位置还有日子 都找对了到位的话 吹纸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好今天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